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凌晨2点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有个月代性低气压悄悄行程 目前方向往北方向移动 信号局表示 未来一两天不排主会行程清台 再加上周日会有封面报道 将会影响到下周四 信号局预估 今年端午节天气将会很不稳定 火辣辣的太阳 晒得民众纷纷撑起阳伞扇扇子 哪里凉快就往哪里躲 不过炎热天气很快就要变天 因为7号凌晨又有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距离台湾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 慢慢往北移动 接下来几天很可能变清台 那它未来如果形成台风的话 往北移动的机会会比较大 不过因为目前为止 它的结构还并不是太好 所以在强度以及移动方向 上面的变数仍然比较大 信号局表示 台风会不会影响台湾 得看未来的导引气流怎么走 所以周六天气不受影响 西半部高温高达33、34度 东台湾也很热 不过到了礼拜天 封面报道 西半部都有短暂雨 那从星期一开始 这个封面就会直接南下影响到我们 而且预计它滞留的时间会到星期四 包括星期三端午节这一天 可能台湾地区的天气都不是太稳定 气象局表示端午节的天气很不稳定 加上热带性低气压这个变数 各地的龙洲赛恐怕得在雨中度过了 新常也在电视综合报道